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我們大老遠的從台北來到了澎湖 因為Kawasaki在澎湖舉辦了一場2019年的新車發表會 究竟這次他帶來了哪些新車還有哪些重點呢 快跟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總代理台旗重機自引進Kawasaki以來 首次在澎湖力道舉辦發表會 為市場帶來了忍者利X6R 利900RS CAFE W800 CAFE 以及利400四輛新車 這幾年其實在台灣市場黃牌加紅牌的市場 擋車市場其實是昨年在萎縮的 但是Kawasaki在台灣的市占率是年年的攀升 這表示好的產品以及對的價格 這是消費者所需要的 全新的R6除了全新的令家系列的家族的外觀以外 在動力方面在任何的轉速它都可以提供很充沛的動力 那車體它的車體的設計更是為了賽道 還有適合城市所有的街道的首順 台旗輛636CC版本的利X6R 自2012年回歸市場後 成為中量級仿賽的重要戰力 魁武年終於在2018年底發表全新改款的車款 除了擁有自霸市場的136匹馬力外 這次在電控部分可說是全面的提升 除了KQS進檔快排滑動離合器 更提供了兩種動力模式 KTRC循跡控制系統 KIBS等高規格的配備 也成為了中量跑車市場上的全新戰獎 在台灣的建議售價為 KRT綠64.6萬元 黑色63.6萬元 Z900RS CAFE由熱銷的Z900RS延伸再推出 以圓形頭罩以及類單座椅 呈現出不同的車輛氛圍 下垂把手讓騎士的上半身微微前傾 坐墊高少了1.5公分 來到了820mm 新的騎乘幾何讓Z900RS CAFE 更精準的符合CafeRacer風格 搭配上後座高聳駝峰射擊 在視覺上比Z900RS還要更有型 台灣的建議售價為58.8萬元 在2016年由於無法達到 EURO4環保標準而停產的W800 在2018年底的米蘭車展正式重生 並搭配了近期非常火熱的CafeRacer風潮 今天Kawasaki也同步引進了W800 CAFE版本 2019 W800是一輛全新設計的新車 全車有90%的零件都經過了重新設計 在這輛日系英倫經典車款上 確實也能看到不少現代化的更新 像是燈主採用全LED的燈泡 ABS以及滑動離合器 升級後的W800不只保有過去的硬位 還更好駕馭 官方的建議售價為46.8萬元 全新的Linja 400 全新的Linja 400 也是從去年中開始 一直銷售長廣到目前 感受到台灣車友的熱忱 所以今年特別在原廠的全力支持下 給台灣的配額增加 所以即使你今天去訂車 台啟在這邊保證 你今年的5月底或6月初 你會陸續拿到車子 Linja 400採用了399cc的並列雙鋼引擎 可產生45匹的馬力 比起過去的Linja 300引擎 增加了6匹馬力之多 除了動力增長之外 這具全新設計的引擎 也成功了縮減了體積 儘管排氣量往上提升 但總體積宛如250cc級距的引擎大小 另外在Linja 400身上 Kawasaki也裝上了輔助滑動離合器系統 整體瘦身後達到167公斤 以及馬力提升瘦身有成 讓Linja 400擁有比前一代車款更好的馬力重量比 台灣建議售價為26.5萬元 我們不賣關節帶給大家的 那又是26萬5 在這次澎湖舉辦的發表會中 除了4款全新的車款售價公佈之外 Kawasaki也將同場舉行ZX-6R的媒體試乘會 有關於更多636忍者的車款細節 期待我們後續的新車試駕報導吧 以上就是Kawasaki這次帶來台灣的4輛新車的介紹 記得鎖定SUFAMOTO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